然後呢就在昨天我被詐騙了 詐騙多少金額高達10萬元 10萬元好不好 然後大家會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被詐騙 我身邊的朋友會覺得說 小屁你這麼聰明你也會被詐騙 我現在在跟他講就是 詐騙有的時候不是你多聰明 搞不好是真的你很聰明 所以你被詐騙也有可能 結果4050這個數字是台灣銀行正確的那個 然後這一次的金額他叫我輸入了大概10萬塊 結果送出去 ok 好大家好我是六愛師小屁 然後呢就在昨天我被詐騙了 詐騙多少金額高達10萬元 10萬元好不好 然後大家會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被詐騙 就是第一時間我可能發現實動態 然後我去報警的時候大家會說 欸怎麼可能你怎麼可能會被詐騙 蛤你被詐騙喔天哪不可能是真的吧 我身邊的朋友會覺得說小屁你這麼聰明 你也會被詐騙 我現在在跟他講就是 詐騙有的時候不是你多聰明 搞不好是真的你很聰明 所以你被詐騙也有可能 我覺得有這個原因 或者是傻傻的也很容易被詐騙 這個都沒有人說得清楚 但是我覺得詐騙他就是一種手法 然後我本來沒有打算拍片 我本來想說我報完警 然後如果拿回我自己的錢 那就算了 我甚至算了不要提告 因為提告真的太麻煩 每一天有太多的詐騙案件要處理 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我要開庭 或者是怎樣到什麼時候這樣 主要拍這支影片也是因為 我覺得詐騙真的太不應該了 就是詐騙是詐騙大家的血和錢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還是拍一個影片 告訴大家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現在只能說我遇到的任何事情 但不代表你們遇到的會跟我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詐騙的手法大家可以當參考 在三週以前也有一個YouTuber有拍過類似的 然後很可惜的是我沒有看到這支影片 所以今天我被差不多的手法詐騙了 好那事情的一開始是這樣子 我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他們是說我在哪一天我有看阿凡達的電影 那就是大概在1月的時候 哪一天幾點幾分然後幾張票 多少錢他們都知道 然後他就說是一個我們是印八九 印八九喔 印八九這個電影院說他們後台的系統 出現了難得一見的狀況 所以呢他們把付費的會員 一年大概刷一萬多 然後可以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還送兩千元 他還跟我講說送兩千元 你還問我說要不要刷這樣 在十二點以前沒有取消這個會員的話 因為我不是很常出去看電影的人 所以他就說在十二點以前 如果我沒有取消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幫我刷一萬掉 我想說我都沒有在看電影 你要刷我一萬二 然後我不知道是怎樣 好沒關係反正先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我說我是用哪一家 銀行匯款的 那時候因為我看阿凡達是用刷卡的 他問我說我用哪一家銀行刷卡 然後我就說中信 然後他說好那他會通知中信的專員 就是來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然後真的沒過多久 好他掛掉電話之後 中信的專員打電話來了 欸角色扮演 中信的打電話過來說 他有接到這個印八九這個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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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反正現在就是要做一個取消 然後取消之前因為我要先認證 因為他們是晚上作業 所以他會跟你講說他們現在要確認你的個資的問題 所以 要麻煩你從APP去做一個個資的認證 這樣子 好沒關係我就看了一下電話號碼 喔好好好這個電話號碼 然後我邊跟他聊的時候 我邊就是在Google上面查詢了 第一時間本來掛他電話我想要打電話去印八九 問他們有沒有這個事情 結果我忘了 我沒有我竟然就是接了這個 他們假裝的中信服24小時人員 然後我忘記打給印八九 跟這個中信的假行員講話的時候 我其實有查他們的電話號碼 就打進去Google查詢 欸中國信託新店新裝分行 OK下一次就說 欸那請問你是哪一個分行的24小時專員 這樣子然後他就說新裝分行 所以其實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現在所用的電話號碼是 中國信託的哪一個分行 但有一個問題是加886 因為這個在我去報警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那時候我當時被騙的時候我就問 反正只要加886就是很有可能是詐騙 甚至欸他這個電話的地點根本就不在台灣 他可能是連海外的過來的這樣子 詳情是這樣就是說 他就說他要用APP做一些驗證 好那我想說用APP做一些驗證 他會先確認喔 確認什麼 確認比如說我的中信 我的額度到多少 所以他會叫你去系統那邊設定看一下你確認 是不是打開了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你是用什麼 你是用什麼OPT密碼驗證這樣子 這算是一起用電話打給你的電話詐騙 但是是透過APP去做轉帳 因為以往有些人會在ATM或者是各種蝦皮啊 簡訊啊這種詐騙 但是我的算是APP詐騙 比較會用APP或者是刷卡覺得很方便的人都要小心 然後就是確認我的額度之後 確認我現在的餘額是多少 確認餘額是他們很常去問你的 但我不知道銀行的行員會不會去問你 我現在想起來好像他們不會去問你餘額剩多少 接下來他就說那我們現在要啟動一個認證嘛 我們現在要認證你現在是這個人 然後你個子沒有外流 所以他就會唸一些號碼 唸說譬如說你現在要設定 我當時的狀況是說 銀行設定006 然後006是我記得是一個銀行 然後他說這個銀行不用管他沒關係 然後第二行會叫你寫對方的帳號 但他會叫你寫你的身份證字號 我就填了我的身份證字號 我想說這個絕對不可能是誰的 我身份證字號怎麼可能是誰的戶頭這樣子 好合理合理 我就覺得合理 沒關係我現在要登錄他們的 他們想要我驗證 我登錄他的後台這樣子 絕對會被詐騙的原因 就是你覺得有可能會有這個暗號 或者是認證的東西 所以你就跟著他做了 然後我確實跟著他做 我輸入我的身份證號在帳號那邊 然後金額就是隨便填 好然後就會出現錯誤 一定會出現錯誤不可能 因為你就是會到一個不是帳號的帳戶 所以他就會出現錯誤 他會跟你講說對會出現錯誤 然後會出現 譬如說9006啊 或者是9406啊 這些這種代號 或者是錯誤代碼這樣子 然後讓你放下你的心房 因為你就是知道說OK 雖然說現在錯誤了 但是在他們後台可能是被認證的 你懂我意思嗎 那種後面的狀況 好像是一個暗號密碼 然後反正他就叫我重複做了幾次 銀行從006他會跟你講說是一種辨識 後來呢銀行到了004 他就說銀行004 念了一串帳號 然後請你幫忙就是做驗證這樣子 然後他念的那一串帳號是關鍵 那個帳戶很有可能是他們的人頭帳戶 他念的那個帳號要小心就是他中間 他會跟你一再確認說這個碼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而且詐騙會有一個關鍵就是說 他們的通話有可能不是在台灣 所以他們通話講話會是超級不清楚 我當時已經就是在裡面 我已經在玩這個遊戲了 雖然有這個疑慮 但是我還是就是盡量聽得清楚說 我想知道說他到底要幹嘛 他就說什麼005892啊 什麼4050 他有兩次喔一次是450 一次是4050 然後再配上後面四個數字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覺得你是聽不清楚還是聽得清楚啊 或者是1450這種東西 反正其中一個他這樣跟你打馬虎眼 好這次錯了好那這次沒關係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登錄什麼東西 然後你再幫我輸入一次 結果4050這個數字是台灣銀行正確的那個 然後這一次的金額他叫我輸入了大概10萬塊 結果送出去成功了 送出去那個當時我是直接起雞皮疙瘩 我想說怎麼會成功 不是在幫我認證嗎 為什麼會成功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幹我現在起雞皮疙瘩 超扯 我現在雞皮疙瘩 因為講到這件事情太誇張了 於是乎我就開始有點不爽 我就覺得說 不對啊 你這樣子 那你9萬先還來嘛 因為他要我繼續嘛 他要我繼續 因為一天有時候轉帳可以到20萬 他已經騙掉10萬了 然後他就說那你這樣余兒剩多少 我就跟他講余兒剩多少 你要驗證你在驗證 你先把9萬還來 他說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可能是剛剛操作上有錯誤 應該是你剛剛什麼帳戶沒聽清楚 就跟他講說沒有你先還來嘛 他說那你再驗證一次 然後我們確認之後 我們會把錢還給你 而且在我匯款當時成功的當下 他其實演得比我還驚訝你知道嗎 因為他身為一個24小時的服務專員 他應該要保有你的錢 但你的錢竟然成功了 他說怎麼會成功 蘇先生你怎麼會這樣子成功呢 你剛剛是不是沒有照著我的話去做 但其實成功是在他掌握之內的這樣子 同時我已經在跟我的銀行李專在講這件事情 他就叫我打165防詐騙專線嘛 然後跟叫我同時間趕快去警察局這樣子 要不是他有跟我這樣子講 其實我會一直在跟他對峙 但是其實我那個快要10萬的比帳的那個賬款 很有可能在我繼續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們錢被車手領走了 後來呢我去報了警 然後但是我同時也在跟他們對話 在警察局的同時我已經把我剛剛匯款的資料跟時間 全部都已經告訴員警 然後員警也是很快速的趕快 把這個資訊然後告訴我匯款的那個銀行 因為我是從中興匯到台灣銀行 所以這時候員警就會趕快把這個帳戶 要嘛就是先圈起來或者是先凍結 警方已經注意到這個帳戶了 那至於這個帳戶 我剛剛匯過去的款項 有沒有馬上被車手領走 這個是不知道的 這個還要再等開庭 後來做完筆錄之後他說不管 反正詐騙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 或者是人頭帳戶各種 所有跟詐騙有關係的 全部都要進法院開庭 就算是我要把我的錢領回來 法院也要開庭認證說 這是我的錢跟我帳戶匯過去 跟哪個時空點 然後我不知道 反正我現在還沒有開庭 但是我覺得我需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個詐騙就是給我們這些年輕人 或者是很常使用手機啊 或者是用刷卡有沒有 Apple Pay啊 LiPay 不管什麼東西 其實你這些在網路上有記錄 然後你們的個資 我們的個資全部被出賣了 因此而詐騙集團可以透過 我們曾經做過的各種熟悉的 或者是過去式 故事套到我們的情境 然後來詐騙我們的錢 這邊就是可以建議大家 如果有任何陌生的電話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拒接陌生的電話 但我現在應該會開始拒接 如果陌生電話打來 然後要跟你講一些事情 你最好就是再三確認 尤其是銀行啊 或者是各種跟錢有關的 你其實可以先掛掉 然後呢 我們先播一客服專線 問一下有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其實沒有回答電話 到真正的中國信託 或者是印酒吧去確認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很大的疏失 為什麼我們的個資會被流出去 這個我真的是很問號 但這好像也沒有辦法去阻止跟解決 我覺得只能大家多多提防這樣子 錢到底拿不拿回來 這個我就是當作沒有 我就是當作買一個課程這樣子 然後也希望說 大家不要未來被騙了 大家還是能夠把影片看完 傳給你們的長輩 或者是身邊有在用APP 網路銀行的人 真的很方便 但真的要小心 我是覺得術業有專攻 詐騙集團做成這樣子 那好那就是 我最後祝各位 恭喜發大財身體健康 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下面討論 然後如果大家有類似的經驗 拜託可以再告訴別人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 被騙的金額真的不一樣 這些錢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很辛苦賺到的錢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收好自己的財 能夠用自己賺來的錢 去幫助更多的人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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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